秋高气爽瑞穗老人会今天举办健走烤肉活动 有超过200多位的长辈 老当义壮健康健走后 在老人会晴广场办起了烤肉party 甚至有许多长者展现有一种饿是阿嬷觉得你饿的感觉 而自带额外的蔬果食材共享同乐 健走一圈回来老人会觉得大家一定很饿 赶紧端出炒米粉萝卜排骨汤来开开胃 等待美味的烤肉上桌 大伙小桌配烤肉大快朵鱼一番 我们给我们老人有一个很好的活动空间 很高兴 烤肉很好玩 烤肉送连鱼 大家说有一种饿是阿公阿嬷觉得你很饿 现场就有不少长者也自带好料食材炒菜料理火锅 堪比满汉全席来喂食全场所有人相当有趣 自己都是带一些食材过来 像我早上我都准备准备一些菜啦 那个排骨啦 下去熬一熬煮一些青菜下来 然后大家就先吃啦 相当重视老人长辈 社福照顾的乡长陈进光 百忙之中也到场与长辈同乐 并表示热水乡老年人口将近四分之一 也协助优化关怀据点文件站或老人会馆设施设备 让长辈们都能安全共学共老 这是我们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 也是很需要来加强的 那幸好我们现在有文件站 还有以前很多的日拖中心 社会的资源一直在进来 那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在这边可以安居乐业 热水老人会堪称是热水乡元老级的社团协会 每个月都不定期的办理相关研习训练活动 这一次办理健走烤热活动 希望大家交流情移健康运动 昨天下雨今天都没有下雨啊 能够顺利举办 因为今天活动 今天各场面的活动很多啦 所以今天就来的好像比较 没有那么热络啦 平常都满满的 从早期老人长情俱乐部转型成为瑞瑟乡老人会 目前会员人数超过500多位 这一次趁着秋高气爽带领会员 共同建走烤肉 一起乐活享受生命的美好 记者十一遇蓝瑞瑟采访报道